各位主公好,维城是事后诸葛亮,本节目让你在10分钟内了解及分析一间上市公司的生意、进展和财务报告。 这个月,维城要大胆呈现手套界里的五大天王。 首先,上集会分析整体手套行业的供应需求、进展和原料。 下集会分析个别手套股的生意、进展和财务报告。 手套公司的实力或MarketShare是按每年的手套数量而排名。 首先,现任老大无疑是Top Glove,老二是MarketCap最大的Hatta Lega,至于老三和老四分别是Cosan和Supermax。 而在这四家众所皆知的手套股之后,出现了一个强劲的老五。 这间公司已经喊话说要在五年内进阶成手套的老三。 它就是泰国的Sri Trang Glove,现在可是世界最大的Fully Integrated Natural Rubber公司。 手套可从用途或材料来分化。 以用途分化,要求最高的是手术手套Surgical Glove,因为病人必须避免细菌感染。 接着是医药手套Medical Glove,也是手套用量最多的领域。 其他的划分有工业手套Industrial Glove,和家具手套Household Glove。 以材料划分,大体有三种,Latex, Nitro,和Vinear。 大马公司最初都是生产Latex Glove,贵工与大马丰富的天然橡胶支援。 近期手套需求趋势转向Nitro Glove,因为它不会有Latex过敏问题。 Vinear Glove则普遍上比较便宜,用于非医疗领域。 分析手套主要在三个重点。 一,生产能力的扩充,Capital Expansion。 二,竞争激烈度,Competitive Intensity,和三,原料价钱起伏。 扩充生产能力是成长的关键驱动力,但过度扩张会造成供应过剩,Oversupply。 手套公司,特别是五大天王,一定会积极扩张,甚至扩张快过同行。 手套行业属于Oversupply,有少间公司称霸市场。 五大天王2018年的全球市场份额,Global Market Share是55%, 并且预计2020年的Global Market Share会增加到60%。 从五大天王的扩张计划,我们可见他们的成长率大约15-18%, 比市场预计的全球手套需求成长率8-18%高。 可见五大天王计划不只抢小型手套公司的Market Share,甚至要抢外国手套公司的Market Share。 这个说是通少。 由于这近人的成长率,许多研究所都担心手套会产量过剩。 手套特别在医药领域,属于必需品,Necessity Goods。 所以,原有需求是缺乏弹性的,Demand Inundated. 手套需求仍然有上涨的趋势,原因有三点。 一,全世界的卫生意识,包括发展中国家,随着医疗监管大大提高。 二,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医疗支出增加。 三,流行病毒爆发如H1N1,Bird Flu,SARS。 目前为止,新兴亚洲Emerging Asia的手套人均使用力还是很低。 美国,欧洲,及日本占了世界人口的13%,却占了世界需求的70%, 反之,新兴亚洲占了世界人口的56%,却只占世界需求的11%, 先进国的人均使用率大体大于200%,而像中国、印度、印尼的使用率都小于10。 随着中国提出的健康中国2020,中国计划加强其整体医疗保健系统, 并将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到2020年GDP的7%,从现在的5%。 习近平强调,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 印尼和印度也提出对医疗的方案,如印尼的National Insurance Scheme。 当中国和印度的手套人均需求是美国的一半, 那么全球手套需求会是现在的两倍。 那么,手套供应是否会过剩呢? 回顾历史,手套过剩发生于2014和2016年。 2014年,随着过度扩张,手套价格,特别是Nitra Glove下跌, 同时不能把较高的成本传递给客户。 幸好2015年,马币走软,让手套出口公司扳回竞争性。 2016年,市场过度竞争加上Rubble和Nitra价提高,造成手套过剩。 可说是手套公司最惨的一年。 最终,在Talk Glove和Hatalaga承诺延迟扩张计划下, 让供应和需求成长保持一支,以避免价格竞争。 反之,2018年是手套最好的一年,因为中国政府在打击污染下限制中国Winner Glove的制造。 同时,扩散在2018年的扩张怠慢,所以市场手套价很好。 到了2019年,全部五大天王都积极扩张,加上中国Winner Glove制造的回归和马币升值。 市场都担心手套,特别是Nitra价格会生产过剩。 2019年是否会过剩取决于市场需求,特别是新兴亚洲。 但是,就算过剩发生也不是手套股的世界末日。 因为,一,过剩只是暂时的,回想2014年和2016年。 二,手套公司可灵活调整产量。 三,手套行业可以整合Industry Consolidation。 从中大公司可以赐下小公司。 谈的分析手套股票的前两个重点,剩下三,原料价钱起伏。 Latex Glove和Nitro Glove的成本分布大体如下,其中Latex和Nitro原料占了40%以上。 对于Latex Glove,橡胶价益机会到2022年都依然保持低,因为橡胶产量过剩。 对于Nitro Glove,主要的原料有Acrolonitro和Budatin。 这两种原料看似会随着油价和汽车行业需求影响下而提高。 所以,行家会比较担心Nitro Glove。 其他成本包括Gas和Electricity,12-15%和Labor,8-12%。 总结整个视频,手套行业的发展有两种情况。 一,需求增加足以吸收新产能,这样市场竞争保持低,公司的margin也会稳定。 二,产量过剩oversupply,这样手套公司就会如同2014和2016年寻找解决方案。 如果第二种情况发生,我们才需要注意原料价钱起伏。 下集会分析个别手套股的生意、进展和财务报告。 谢谢你聆听GloveIndustry的分析,请记得subscribe。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GloveIndustry,可以阅读以下这些分析报告或报纸。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